大小大爱 好 请准备 每天中午张丽琴都会到乐身疗养院来陪林燕奶奶吃饭 我是十一岁来 十一岁 我弟弟十岁 到这边就是那时候好像国小 然后要生四年级吧 就来了 来的时候奶奶就 我的衣服那时候都是奶奶做的 吃的 住的 什么她都是奶奶在帮我们打的 阿姨 你在想什么 阿姨想说 要把这些油棕 改造什么样 给你的金钱 阿姨 你在做衣服喔 对啊 阿姨自小就看阿嬷在做衣改衣 阿姨小还是尊重的衣服都是阿姨的阿嬷做的喔 毕晴与林燕相伴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虽然两人没有血缘关系 但深厚的感情却轻如母女 在她不太平静的人生路上 林燕奶奶始终给她最大的支持与力量 来来来 走走 你看看 妳皮肤白 穿这是好看的 来来来 荔欣 最近有口感更高了 后会就要叫妳阿姨把这盆 做好等一时 嗯 怎么 有加油吗 有 谢谢阿姨 有 但是荔欣最香妳阿姨的甜 好 她前面那个她明天不走 第一下就跑妳来 这样子走 好 好 你小一下 好了 好了 不然你跑在这边 好了 好 再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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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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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剧中 与林燕情同母女的张立晴 年轻时就在工厂帮忙 也在那遇上了自己未来的伴侣 王明辉 最后来来 荔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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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k 每天 从南最后来 马屋 ota 不是 什麼都可以啊 什麼都... 對啊 好啊 好 這樣走 我們先到旁邊拉著他說 這位就是什麼時候很高興 一副介紹男朋友的樣子 對…然後接下來黃文會說 我姓黃之前難過這樣… 然後那個… 然後他這邊講我還得乾一下 他那句話你來想 然後你就站到他旁邊 你不是說你是要來維修電路的嗎 對…不好意思喔 都忘記了 在那邊啦 我帶你去 對…兩個就走掉了 這位是我的阿嬤 阿嬤 你好 阿嬤就是不能感受到健康公司的財物 對… 我父親要來治療公司的財物 這樣嗎 我做了我介紹了 我姓黃 之前那些劇情 我和重申四三個來 以後還是我來為你作為服務 好… 我在剧中饰演黄明辉 然后是丽琴的老公 丽琴 她人生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我跟丽琴 是因为年轻时候 然后恋爱结婚 然后中间有一个过程 其实我是一个 刚开始是一个 很好的好老公 不过后来黄明辉沉迷酒精 性情渐渐转变 反而是张丽琴 为了家而默默承受这一切 有你们的支持 我还有什么好怕的 这两年会 当时人在笑什么好 因为在当初的你这里 好感情 我觉得我感觉的丽琴 可能某些方面 跟我的个性 还有一点点像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就譬如说 大家劝她离婚什么的 她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她觉得 既然选择了这一段婚姻 就要勇敢地走下去 因此接下来的几场戏 可看见黄明辉 因酗酒而失控 甚至进而对力情动粗 同时也是全剧肢体张力最大的几场戏 她描述的其实是 所以我为什么后期会变成这样 好问题 对不对 就是你结婚以后就开始酗酒 然后被疑似打老婆 然后不认真工作什么什么的 对啊 我跟她的恶劣的情况 到底是恶劣到什么状况 还是这边都还是还好呢 这边只是起头 还好啦 故事里面那个 就是采访稿里面那个黄明辉 因为她是家里的最小的男生 所以就是长辈啊 姐姐 兄长都 都让着她 所以就慢慢地也养成她 就比较 依赖性比较重 然后就 然后做事情比较 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个性 对 喂 我在跟你说话呢 我问你 有什么跟那边人出去 每个人都没人 这么长辈子 他真要回来 我又跟你说最后一次 那是好好的好朋友 不是叫做那边人 唱歌啦 我被她洗心枯了 不要理你了 好 大概是这样的 其实蛮一心呵成的 因为还要继续炒下去嘛 我们第一炒先稍微一点 就一个冰盒就好了 他会慢慢地再炒 对 炒到这个 不要紧紧速 对 所以第一炒也不要炒得太凶 因为我之前 因为我之前 当然我也是结过婚啦 这样子 然后那我先生 大家都知道在去年的时候 一开了 所以我能感觉到那种 先生爱喝酒 然后可能回到家里的那种 争执感 好 OK 你怎样 你想打我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推开了 一推 他这样一倒 我们在这个 在这样的姿势当中受伤 一个 这一场到这里 他到底坐在哪 我坐在这里 我要丢哪里 往这里丢啊 你看 可以 我是站在 他要坐这里 对 你看他是现在倒下来 然后接下来你就开始 他往后开始浮 往这边东叉西叉的 然后跟你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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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半天 你就一生气往这里推啊 对 一推那边 你哥就会用 刺死用生命保护 就没有破 然后你再说 你怎么要打我 对啦 像啦 这样再推 我现在是要打我吗 像啦 你给我出来 我要留着力气 爱你啊 对 你什么都不是故意 不去上班 你不是故意 每天去喝酒 你也不是故意 喝酒 喝酒 你也不是故意 你什么都不是故意 你什么都不是故意 你什么都把孩子打起来 你敢有真正要紧那两个孩子 你敢知道 孩子有多久没看到你这个爸爸 你敢知道 你每天都敢在哪里 你叫你叫 快 你这边你喜欢跑啊 是哪 卡 OK 感到好 天花板都低沉了 对 他那个杯子拿上去 在我拍照上面 听到 很好很好 漂亮 好 好 好 漂亮 刚刚他吼我的那个感觉 我会觉得 真的有吓到 对啊 会觉得喝酒的男生 真的有时候回来 真的很合理欲 对 对啊 所以 我也还蛮逼真的 因为有时候男生喝了酒 听啦 就是很多时候 都不是故意要去打对方的 有时候真的 哪怕就是那种 你走啦 就是那种会比较用力 如果不是女人这样多多逼人 对 可是我觉得 男人会打女人 所以爸太厉害了 但我觉得女孩子千万不要讲 你是想要打我是不是 我真的觉得这句话 所以叫做逃打 真的 你想打好你打啊 你打啊你打啊 就真的被你打 但是应观众要求 就是赏他一巴掌 不要好了 哎呀 男人是不好的 女生嘴巴比较厉害 所以有时候会逼男生逼到 你也男生都不讲啊 那为什么 你为什么每天要喝成这样 喝喝喝喝 所以为什么为什么 就会一直提问 不要吵 可是我觉得 在家里任何事情就是 等酒醒了 大家情绪好的时候再说 绝对不要是那种 逃打 然后就是一直 一直去 一直去把对方给激努 我觉得这都是对彼此的感情 都不会太好 吵架 美好话 真的 真的 吵架美好话 这是错误的示范 可是两位你眼睛都很逼真 所以 因为她的脸看起来 我想打她了 这样 待会 要拍之前 那就帮忙播一下 然后这还在动 这样就可以 好 好 所以像之前你问过我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你可以演得好像真的一样 的确在演那一场戏的时候 感触很深 因为做太太的 当然都希望自己的先生 能够多爱惜自己 因为毕竟她的身体 就是我们的幸福 所以还有丽琴 在家庭的部分 她是很付出的 她愿意幸福自己 因为她希望成就一个美满的家庭 连续几场的 和吵架场面 让现场的情绪十分紧绷 对演员来说 实在不是件容易无事 辛苦了 OK 蠢蠢的尾巴 她有双方五座 好安静喔 休息一下 然后准备换球鞅上场 然后你喝一口水 在那边吃 要 谢谢 继续罵我 男人都会把最好的那一面 放在外面应酬 回来到家里的时候 她已经累了 她已经疲掉了 她最希望的就是 家人的支持跟照顾 可能也许有时候 气气会就会比较大 口气会比较大 那是真的酒喝了之后 控制不了自己 对 那可是我自己本身是比较问的人 比较不喜欢吵架 然后每次在演吵架戏的时候 就是会很头痛 因为你要吵架那个 伸脏腺素上升 整个头就会一直很疼痛很疼痛 然后吵到一半就会忘食 然后就整个血压升高 吵到最后就真的很痛苦 快疯掉了 好 OK 想我吃饭不够 希望哪里是 想我吃饭不够 你到底是要离婚 不过我刚才说我很清楚 这间家人一看 孩子一人一看 要离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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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 我自己回去 你不用送了我自己回去 今天我在这里 我自己就说到这里 你自己好好想看看 他都不能再说 不过离婚为了让孩子有个完整的家 宁愿自己忍受痛苦 也不愿家庭破碎 只是老天爷给他的考验还没结束 明辉在正职壮年之际罹患鼻咽癌 立琴与林叶却不记前嫌 能然照顾他到最后 我太完全没人都被我穿 你 你是真的叮好 他是真的 卖脑 那天我就已经不快好了 这时候最严重 就是在今天要拍这一场 那个已经快到临终的戏的时候 那我前几天也生了一场大病 然后就那种感觉真的是 你又很害怕自己会离开人世界 然后又对亲人的那种不舍 然后就在那顿时间就会一起涌 就是涌进脑海里面 来 五 四 三 二 你怎么不说你要来 我都叫亲子去把你带来 然后旁边就亲人在旁边陪伴着你 握紧你的手的时候 那种感觉其实是 不管是不是你自己的亲人 在戏剧里面其实都会很感动 然后所以刚才就是在 在诠释那场戏份的时候 就是其实就是把以前生病那种 已经很严重很痛苦 可是又很害怕离开自己亲人的那种感觉 给拿出来 你那个人的疼痛的感觉 比较强烈一点点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当话说完了之后 就是想说 希望回发 虽然没有再讲话了 但是那个痛的感觉更强烈 好 俗话说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饰演力情的赖千和 因为也曾经历与角色相同的痛 因此在诠释与丈夫道别这场戏时 他特别有感触 自己刚开始拿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再看 就发现到 天哪 到时候如果演到先生这一场 我会不会控制不了自己 该怎么办 对 可是我觉得刚刚我跟我先生道别的那一段啦 就是最后了 我觉得很幸福的是力情最后 他是可以跟先生还有讲到话 就还还不错 只是就会觉得想到自己 我并没有 因为根本是来不及 对 因为像刚才那场戏啊 即使镜头没有摇取到你 可是他在讲话 我觉得你都已经 对 会 因为就是在医院 忍不住了 对 会这样子 对 还是 而且因为 再过五天 就刚好是我先生满一年的时间 就会觉得 这怎么办呢 就是对 会 自己会一直回到那个时候 我就会想 如果那时候我感到医院的时候 我还能够跟我先生讲到话 该有多好 这样 我忘記怎麼那麼久了 你還好嗎 有 變成人好 換別人 來啦 謙和她是飾演荔琴 那因為跟謙和是第一次合作 可是也是一樣 她也是從就是少女 然後演到談戀愛 然後結婚 那因為跟謙和算是第一次合作 可是她也是 她很快就進入狀況 對 然後對自己要做的什麼事情 就都很清楚這樣 我就覺得很難得 對 我要比電話不用錢 對 我剛剛覺得我好想崇拜 因為我已經哭到 就是自己已經會抖了 那我知道一抖的時候 你是很難收回來的 我試圖想收回來 可是我真的收不回來 因為我發音連鼻涕都出來 很糗 不會啦 可是就是真情流露才有辦法這樣子 對不對 已經進去 對啊 因為導演有說過嘛 你要先感動自己 才有辦法感動別人 好 謙和在這場演出裡通過了考驗 但立琴的人生考驗 還在前方等著她 女兒小雲在同時期罹患乳癌 也讓她疲於奔命 不過還好這一切 都有林業奶奶陪伴著她 讓她充滿感恩 這...這哪有可能啊 這...這哪有可能啊 這女兒小雲這麼幾十幾歲而已 是啊 小雲這個年輕 是比較安靜的 980的時候 我...我先認跟我女兒相聚的走掉了 那個...女兒對奶奶來講是... 她是疼到心盤裡頭去的 那90年的時候 就同一個時間 因為乳癌去切片 先生是因為腦部那個血管裡面 有...有病變 也需要開刀 就...同那個時間 同一天 爸爸先進開刀房 女兒就在外面等著 要...要進去開刀房 要進去開刀房 然後... 要進去開刀房 那...女兒也很勇敢 就是奶奶跟走路 還有我 就是在旁邊幫他加油、鼓勵 那女兒也很勇敢 跟先生 就是说他们两个同时 就是行伯和奶奶都有讲一些道理 一些佛经什么什么给他们听 他们也都有受益到 所以往生的时候 我觉得两个人都非常的 就是我们佛家所讲的那个福报 奶奶就跟我讲说不可以哭 就是帮他练法 与林叶相处了将近四十年的力情 也从奶奶身上学会了善解与包容 对于老天爷给他的种种考验 他也能用正面的态度去面对 有给我一个求生的那个技能 就是陈医包装 陈医界这一方面它是很OK的 那当初下去做的时候 因为我对陈瑞宇是永远都不懂 那就下去做的时候 还在愿说把这些出做的工作 什么都丢给我 自己就跟朋友出去这样子 那到他往生了之后 我就靠了 就是他丢给我的 我愿他的这个环境 所以这个过程里头让我学到这个伎俩 现在就是靠这个伎俩在 在那个 就想到说原来如果当初没有这样子的时候 可能我今天也没有这个功夫 可以来做这个生意这样子 虽然不知道前方还有什么考验在等着他 但心存感恩是力勤的体悟 他相信用这样的方式面对人生 才是对林晏奶奶最大的回报 谢谢大家